各位一来乡亲大家好 欢迎去收看字节国语新闻 新闻一开始就来关心地方的产业 三星葱油饼商机无限 而一年产值超过了3000万 所以三星乡公所打算以天宋皮老街为据点 打造出具有客家文化的葱油饼大街 同时希望配合周边景点的建设 种人潮留住来活络当地的经济发展 三星葱文明全台 尤其做出来的葱油饼深获游客喜爱 因为看好葱油饼的未来商机 三星乡公所打算以天宋皮老街为据点 打造具有客家文化的葱油饼大街 乡长黄锡勇表示 三星葱油饼一年的产值超过了3000万元 如果葱油饼大街势力后会引来更多人潮 活络当地的观光经济 他目前我们长得变成的产值 就已经有155万块了 所以它的产值就是3800几万 如果我们未来整个这个 像要把葱油饼拿这个价位 完全推出之后 这个元素一注入的机会 整个会带动整个葱油饼到一个高峰 所以说整个葱油饼街的行事出来后 带动我们整个三星乡每一个地方的一个 葱油饼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上升 为了创造在地特色葱油饼 公所日前也举办了三星葱油饼的研锡营 希望有更多的家庭主妇 可以透过葱油饼来创业 同时吸引年轻人愿意返乡工作 经营在地农特产 葱油饼研锡营会 最主要就是希望培养这些以后能够从事葱油饼 换卖这些的种子 而且我们朝向是多元化 多元的葱油饼不是目前的这种葱油饼 或是葱拜葱油饼 我们会多元化 比如说山东大饼的葱油饼 所以这些像结合之后 我相信未来的三星这个文化老街的繁荣 跟以前那种的繁荣历史 应该可以再风华再现 在天宋匹成立葱油饼大街是第一步 而公所为了维持葱油饼有一定的品质跟水准 也会颁发三星葱油饼的认证标章 让葱油饼可以成为三星著名的伴手礼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